其實我看過一本書 我自己看到弟子對老師的一本語言 其實鄭老師對你的影響最大是哪一方面呢 和你最欣賞鄭老師是哪一方面呢 我自己自有家貧書小讀的那一類 但我們是好學不倦 盛在的人性舊 我也不是很聰明 但我盛在是死纏難打的練習 亦是吃得苦的人 我當年學藝的時候1965年的時候 很辛苦的 當時我都很年輕 兼顧家庭、兼顧學業、兼顧經濟的開支 但自己最深武術 受我父親的影響 我父親當年是學藍拳 現在叫紅拳 我爺爺是鄉下裏面做教頭的女兒 即是男朋友教師 所以我自小受了影響 但我父親不是很專業 所以除了介紹我 本書也有介紹我 我初初未學泰拳之前 我是跟一位譚家三展拳的譚漢老師 學譚家三展 和周家八角棍的 書裏面都有介紹我這個經歷的 但我自己呢 受到父親的影響 她是當年介紹 不曾比武的歷史 和鄭老師去台灣比賽的歷史 所以自己呢 比較心儀鄭老師這個人 很想有機會 跟他學習 後來也排除種種的困難 有機緣跟到鄭老師 但跟一個過程之中呢 都很克服的 因為要安排那個工作時間 學習時間 家庭經濟的負擔等等 那六五年呢 開始跟路線 當時晚上又上 每日都上 星期日又上 很多同學的時候呢 哪會選擇 日間比較少人 所以我一九七二年 開始已經是記性 開始教太極 但其實呢 所謂教員後知不足 過得自己很多問題 於是呢 其實我一直以來呢 都沒有離開老師的 每個禮拜呢 每個禮拜 總是怎樣忙都好 都總會有幾天呢 跟老師見面 或者茶序這樣 其間呢 就是問問題的了 所以很多 喝茶的時候 就說喝茶 天南地北這樣 我偏偏在那個時間呢 問老師太極方面的領域的事情 所以種種呢 低於不少的 我受老師影響呢 最重要就是 不是因為他好打 不是因為他打得 而是呢 我本身追求的事情 是要 所謂完美一些 就是說 我要求 體用兼備 因為我的姿態 是有這個內容的 我學了價值之外呢 我們這個老師呢 開始教一些 推手啊 斬手啊 應用啊 這樣 所以我真真正正呢 在學的過程之中呢 受老師的教法影響 他是講他過去的經歷 有時遇到挑戰的時候呢 怎麼可以呢 換和下來呢 期間就講到易經的哲理了 老師自問是小學畢業的 但是他對易經的理解能力呢 就是 我是文學博士 我在 初海宣高級文學所 趙小華老師指導 拿了博士學位的 都在研究所期間呢 大專期間呢 我也有研究 中國文學和易經的道理 道家的思想 那樣的 但是我自問不及老師 即是在易理方面的哲理 他很透徹 最難得呢 就是他將我的道理呢 墮入太極的道理那裡 那麽似乎呢 譬如我們講到太極權經理論的時候呢 引進落空合的出的時候 我們就怎麽樣呢 可以做到呢 太極裏面呢 很多道理其實是受易經 和道家的思想呢 是影響的 所以老師在這方面呢 研究得很深入 除了根據 苦戀散手啊 內功啊 對戰啊 對策之外呢 同時呢 也是研究那個 太極的徹理方面 權經理論方面 這是很自然的 他們某個層次都會是這樣 某個同學都會是這樣 所以可以這樣說呢 老師影響我最大呢 就是他堅毅不屈 那個學迷過程 和他的博覽群書 好學不倦這個精神 所以我是受他們很深的影響 那麽我亦都是秉承 他這個教會呢 對下一代的學生啊 同學我都會是秉承這樣的教法 這樣這樣 希望他們呢 學習的時候呢 都是要貫置始終 所以我經常說呢 太極是不會不成功的 個個都會成功 只有放棄的 放棄就是不成功了 是不是 不過太極其實不是很難學 但是一定要去到很高層次 去到大城境界呢 的確是有一定的難度 那這個就是對大家很大的考驗 所以老師在這方面影響我 是比較深一點的 所以我是雖然1965年私情老師 1972年開始傳藝 但是老師在1980年才頒 一張全科畢業證書給我的 所以我是前後浸人了15年 那麽所以這條路呢 是不是很難走呢 都幾難走的 我可以這樣說 所以當我們回頭一看 當我們有叫做默然回首 才發覺走了一段很長的路 我們叫這段叫做太極人生路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大的感概 這句話 多謝你們的問題 徐師傅 剛才提到體用堅備 為何提到體用堅備 可以問得非常多些事嗎 哇 問得好 又很刁鑽 問題 所謂體用堅備 簡單 體是指身體 即是太極權在保健養生方面 它叫做預防於學 今天很多謝關入華醫生 班醫生都是一起研究 關入華醫生 最近在疫情期間 都發了很多訊息給我 關於小朋友的疫情 多謝你關醫生 整位賓醫生都是 是的 是的 在這方面 太極體的方面 意思是指 在保健養生健身的方面 是否意思 任何年齡都可以學習 用的方面 指寄激方面的發揮 所以太極權除了可以強身健體之外 因為它在寄激的發揮 即是說 強身健體之外 就有很高的自衛能力 當然這個是要經過很長時間的訓練才可以 而去到散手自衛這個領域 和內功的話 太極的一路傳統的規矩 就要經過敗師的程序才可以 有三方是比較成為高級科目的 太極內功 太極散手 太極槍 屬於高階課程 我們需要敗師才學習 而所謂用的意思 就是寄激方面的發揮 在這方面 大致上是兩樣 內功是強化我們的體質的 太極權是循序漸進 是一個造新轉移的運動 所以我們學的過程之中 老師會一直引導你 循序漸進 游淺日分 怎樣將重心 譬如我要走前一步的時候 我不會這樣走 我會給力在這步去 所以虛實分明 就不會兩隻腳同時有力 但是叫做雙重 即是犯了雙重的目標 兩隻腳都有重心 譬如我要轉右的時候 然後扣一扣步 我就轉過來90度 我要轉後 扣一扣右後 我就會轉過來 就不需要這樣慢慢轉 不需要這樣轉 所以其實是一個重心轉移的運動 之外所謂去到用 可能大家都會想了解一下 怎樣用呢 我們在推手方面 和散手方面發揮 會不會想看兩下 即是這個口果好像 吊癮一點 好像不硬 都是不明白的 我和小儀、徐耀邦師傅做了兩下 推手和散手的動作 小師傅 非常感謝你 可以踐一扣 尤其 Wall of ich師傅做了一些簡單的行動 給一點掌聲 謝謝 班徐耀邦師傅 先給個怎麼樣 那我本書 Patreon 劈手變出一個絕 笨絕的絕 絕絕出馬是有兩位做編教的 徐耀邦和歐貝慶 兩位都是很資深的高級教練 那怎樣呢 我又要講解又要做 我這樣講大家聽不聽到 你會示範什麼 你現在會示範 看來我們搭手 推手之中有所謂 我們感覺對方的力量 太極叫做聽勁 聽 但不是用耳聽 不是用耳聽 是用手 感覺 所以又叫做覺勁 抖抖的那些看不見 我搭手之中 他們正如徐耀邦的勁 我感覺對他很大力 感覺很大力 但我要很鬆 很鬆才聽得清楚 他很大力推過來 我感覺到了 我聽到感覺到了 好 推過來打過來 我將它引邪了 推過來 這樣呢 就光對光了 硬撲不是 太極原理就不會用這個 我們用一個弧線 太極是一個圓圈 但當對方我搭手 感覺對方很大力 衝進來的時候 我將他的力量引邪了 即是改變了方向 好 怎樣引進落空 合即出呢 拳經引導我們 好 引進 但此其落空 合即是要說 在適當的時間 將對方發出去 合即出的話 在適當時間 將你的力量和能量發出去 但這是要改變了方向 有一個空位才行 還有我們 其實大家這樣站 我就不會在正面衝進去 他防守很嚴密 因為 當推我的時候 我們改變了 我們會走去 他沒有力點就算 去想他 即是他前後步 中間是沒有力支撐的 那這個就是沒有力點 所以我們感覺對方的力量來的時候 引邪 改變方向 然後一遷去 他沒有力支撐的點那裏 將他推倒 在推手角度就會是這樣 而所謂散手就是 即是智慧的能力 但我們不會說 剛對剛 看他不用這個 為何四兩去撥千斤 為何二猶 濟剛呢 他很大力一拳推過來 一拳推過來 對 我將他的力量 去那裏引化了 他輕輕一大 他會掉到那裏 那你推倒他 他又起床打過 當然是 我們是以德服人 就不輕為以忌服人 意思即是說 他倒了 他如果滋難而退 當然沒有事 化解於模型 除了這樣之外 寫之外 我就可以還擊 而太極呢 寫這一瞬間 稱為油 我發極推的時候 就稱為光 所謂的光 並不是硬崩崩的光 而是發力的瞬間 就為之光 這個 寄擊方面的發揮 有兩個層次 是推手和散手方面 尽量是做到不相對方的 我們 先說少少 一方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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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